美联储主席鲍威尔26号罕见接受媒体采访 他承认美国经济可能处于衰退之中 但指出这主要是受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 此前美国经济基本面强劲 他认为美国经济核实复苏 将取决于疫情的控制 更多的新闻内容请留意晚间播出的凤凰美洲新闻 欢迎回来 美国司法部26号起诉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 国防部长和十多名高官 罪名是毒品恐怖主义 根据司法部的起诉书指出 马杜罗把委内瑞拉变成一个犯罪集团 为毒贩和恐怖组织提供服务 而且马杜罗与同党盗取了国家数以十亿元的资产 其中一项控罪是指马杜罗和亲信 一直串谋 委内瑞拉军方以及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 把大量的可卡因偷运到美国进行贩卖 以作为对付美国的武器 美国国务院其后宣布将会懸赏总额5500万美元 以获取更多的线索和证据 缉拿并起诉马杜罗及其心性 而委内瑞拉当局暂时未有回应 为帮助美国家庭和企业顺利度过新冠肺炎疫情 对经济的严重冲击 参议院两党议员经过艰巨的谈判后 25号深夜以96票对0票的表决结果 一致通过了美国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财政刺激计划 这份2.2万亿美元的经济刺激计划 当中包括5000亿美元的基金 帮助受到疫情重创的行业 并向数百万美国家庭 每户直接发放最多达3000美元的款项 法案当中有580亿美元援助航空业 一半是约75万雇员的员工工资保护补助金 和另外290亿美元的担保贷款 这样航空公司就可以不在8月31号前 强制员工休假或裁员 众议院本周稍后将就这份法案进行表决 通过后再交由总统特朗普签署 而为了这份法案 特朗普高级幕僚也参与协调参院两党的谈判 特朗普已表明只要众院通过 他马上就会签署生效 美国国防部26号证实 驻守五角大楼的海军陆战队队员 本月24号确诊感染新冠病毒 这也是五角大楼的首例确诊病例 这名海军陆战队队员出现症状后 已经立刻联络医疗单位 目前正在按照疾控中心的指示居家隔离 并接受专业人员的进一步评估 五角大楼已对他的办公地点 进行了全面的消毒清洁 目前正全面查找此人的接触史 保障大厦内的其他人员及其家属的健康 这名病人最后出现在五角大楼是本月的13号 大楼内有两人曾经跟确诊者有密切接触 已经按照建议自我隔离 暂时没有病症 而为了防范新冠肺炎疫情在美军部队中传播 美国国防部长爱斯珀25号签署命令 下令停止海外美军行动计划60天 这项措施意味着所有在海外的美国军人 或目前计划从美国进行部署的美军 将在未来60天内留在目前的所在地 预计将影响到9万人的预定部署计划 包括那些预期返国的部队和计划部署海外的部队 不过根据五角大楼的声明 命令预料不会影响到阿富汗境内 约4000名美军的缩边行动 另外海军人员如果在返回港口前 在海上停留14天 以及外出为国防部人员及其亲属进行诊疗 或是已经在旅途中的人员 也都不受到命令的影响 休息一下广告过后马上回来 欢迎回来 随着纽约州的新冠肺炎疫情日趋严重 纽约市艾姆赫斯特医院一位发言人表示 截止目前该院至少有13名新冠肺炎患者死亡 且所有死亡病例均发生在过去的24小时内 根据纽约市健康与医院管理局 与艾姆赫斯特的声明 该数字与在该医院重症监护病房 接受治疗的患者人数一致 纽约州目前已呼吁增加数万台呼吸机 病床和重症监护床 以满足其医院的需求 艾姆赫斯特医院则在声明中表示 该医院正处于危机的中心 而医院员工正在努力对应 病患数超负荷的问题 此外 纽约当地的警察 消防员等一线公职人员 确诊数也在不断的攀升 近25号当天就有3200名纽约警察请病假 而911紧急来电数量一天内也高达5000多通 比往常多出40% 但消防局依旧鼓励民众拨打911紧急医疗救助电话 以便让专业人员去了解情况 全美新冠肺炎确诊人数截至目前已经超过7万6千人 其中纽约州确诊数超过3万7千人 纽约州州长科默表示 国会推出的2万亿美元刺激方案 对于纽约州这个疫情正中来说很糟糕 因为这个方案最终能到纽约州手里的不超过38亿美元 批到纽约市的仅有13亿美元 完全不够弥补纽纽约州高达150亿美元的税收损失 他呼吁特朗普政府先加快解决呼吸机和其他医疗设备的生产问题 科默还表示虽然之前采取的封闭区域关闭学校等举措 对于缓解疫情已经产生效果 但仍旧太有太多的纽约人都没有认真保持社交距离 尤其是在马路上和公园里都距离过境 他表示已派遣纽约警察在街上巡逻 通过扩音喇叭等监督人们保持距离 如果纽约人还做不到 州府将考虑关闭部分道路 公园和操场等 对于近期针对亚裔仇恨犯罪和歧视事件频发 纽约州总检察长詹乐霞本周宣布 特开通热线电话帮助民众进行举报 詹乐霞在一份声明中表示 新冠疫情不是任何人转向种族主义 仇外心理或偏见的借口 没有人应该因为他们的身份 长相或来自何方 而生活在恐惧之中 因此他鼓励所有因疫情遭到歧视的受害者 与他的办公室取得联系 纽约州检察机构也将继续与地方执法部门合作 打击一切形式的仇恨 如有纽约民众遭遇仇恨犯罪或歧视事件 可以通过致电1800-771-7755进行举报 近期市面上出现一些谎称 能够预防或治愈新冠病毒的产品 对此是要据本周提醒消费者 在购买或使用商家声称能够帮助诊断治疗 或预防新冠病毒的产品时要多加小心 因为目前还没有疫苗或药物能够预防或治疗新冠病例 食药局表示一些公司试图通过销售 未经食药局检验和批准的产品 如膳食补充剂 药物 医疗设备或疫苗等 以从中获利 食药局还发现了未经授权的 具有欺诈性质的新冠病毒测试套件在网上出售 而目前获得新冠病毒检测的唯一途径 是通过专业的卫生保健机构 此外 该机构还声称 人们不应该服用任何形式的氯葵药物 除非医生开具处方并从合法的渠道获得 食药局特别提醒 使用假冒产品可能会导致人们耽误治疗 甚至危及生命 随着新冠疫情在全球蔓延 亚马逊的销售量激增 让其仓储设施不堪重负 而至于各地媒体的报道 亚马逊全美至少有10个仓库 出现员工确诊精管肺炎 而这些设施也面临着来自工会和工人权力组织 要求其关闭的巨大压力 对于在纽约出现的最新确诊病例 亚马逊发言人表示 目前正在为这名处于恢复期的员工提供支持 并要求所有与这名生病员工有接触的个人 休14天带性病假 自疫情爆发以来 亚马逊改变了其仓库政策 如要求员工之间保持三英尺的距离 取消了仓库入门的安全检查 并提供洗手液和带有消毒剂的喷雾瓶 以及增加了对其设施的清洁力度 但一些员工对这些措施的有效性表示怀疑 因为工人仍处于封闭的空间中 并且在某线仓库中出现了工人消毒设备 用完或被盗的情况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快讯的全部内容 详细的新闻 请继续收看晚间播出的凤凰每周新闻 更多的每周资讯 欢迎加入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PSTV US进行订阅 我是小师 感谢收看 我们明天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